白头鹰跟花豹又打起来了 井水不犯河水的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原来是花豹妈妈要带小花豹去阴凉处避暑 路过一个水渠就被树上的白头鹰给盯上了 小花豹在花豹妈妈的怀里是一点都不安分 独自离开花豹妈妈走到树林去了 白头鹰看见暗自欣喜 看着小花豹在树枝上来回穿梭着 他很明白此刻就是最好的狩猎时机 就算花豹妈妈奔跑速度很快 他也来不及跑过来就这只小花豹 白头鹰锁定好目标 锋利的爪子直接朝小花豹抓去 而被爪子抓疼的小花豹在天上嗷嗷的大叫 让花豹妈妈听到了他的求救声连忙前去营救 花豹妈妈看到在树上被老鹰抓住的小花豹气愤不已 他追寻了很久 终于来到了白头鹰的所在位置 然后急速狂奔越过各种障碍 花豹在树上跟猴子一样 在树与树之间来回跳跃 最终几个回合下来 白头鹰被花豹妈妈成功抓获 小花豹终于是获救 他再也不敢离开花豹妈妈太远了